我就跟妳說 妳女兒是在家裡 妳不聽話 妳要哥文哲會討厭 很緊張啦 我的心是安心啦 哥文哲有說 妳是綠碟的 在佐宗泰就出來了 在電視的說 我不敢想想 我們說 哥文哲說 她綠碟有開話嗎 有欺負人嗎 也沒有欺負人啊 也不是說什麼欺負人說 我是綠碟的 表示說我也是愛的 是欺負人 是這樣說 她就出來說 她不敢想想 她不敢想想 妳就是 民進黨內裡 幾百萬分之零點幾年而已 我真的聽到很想念 對啊 她怎麼說 妳英文就住民進黨嗎 如果妳有一個台北沒有住民進黨 你看看家裡認別人 大家在看家裡認別人 那時候我是不知道來的 為什麼不這樣講 蔡英文 對啊 我是不是那個 她就跟我說 我選你一個贏 我對她說 思辨 我選你一個贏 有說是她贏 就是這樣 我不是她贏 我本來喜歡蔡英文 我跟他講就是故意故意 他說 有誰人叫做 那張小智天呢 請看一看 那女人怎麼去 她不代表女性隆重嗎 不是啊 哪英章要代表 不是不是 英國姿啦 別英國姿 他媽的我就不認識你了 我真的不認識她 沒有耳朵喔 我告訴你 民調做實在比韓國還低 實在是不簡單 我覺得這民調實在太厲害了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您剛才在支持的時候 您講了非常多 您這幾年來做了些什麼 可是問題是現在似乎沒有讓市民感覺出來 因為像市府的最新的民調 其實你的民調是比之前還要下降的 那你就覺得到底問題是出在哪裡 那為什麼你覺得你這麼的努力 大家也看得出來 但是問題是市民感受不到 這個喔 第一點啦 其實 其實這也是台北市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我們台北市如果做客觀指標 不管天下啦 遠見啦 甚至來自國外 只要做這個叫客觀 我們叫硬指標 其實台北市頂先其他城市 那個差距都越來越大 可是那個市長的主觀反應度永遠都不高 這個蠻有趣的 不過這也不是蠻有趣的 我也知道 因為我就是不想討好大家 我覺得這樣啦 該做就做 那個 這也是我個人的信念 因為我台南 我還是台大院出真的你知道 台大院不需要做廣告 我常常說 只要認真做 做到一定程度 大家都一看得到 不過當時 民調做實在比韓國還低 實在是不簡單 我覺得民調實在太厲害了 這個世界上什麼奇蹟怪怪民調都有 看一看 不過這樣啦 民調其實要看勸的 要看趨勢的 單一民調很難判的 單一民調很難判的 那他一個選 我要看 其實這樣啦 我們大概有在監看 如果台北市政府自己 民調會做的民調 每半年做一次 因為那個有 這個可以避免系統線不差 我們大概就知道了 所以現在還好 現在很差 但是比半年前已經跑得多了 郭台銘當然 陳抗是人民的權利 他當然可以去發動 重點是 你發動以後有多少效果 要去考慮 所以 我也覺得這樣啦 反滲透法是這樣 因為他規範的對象 是台商跟台人 我還是覺得要 我沒有反對那個法令 但是我覺得是 要怎麼執行 要講清楚 我們往今天早上 在市長市會 在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要引起大陸的公司到台灣來 可是 可是有時候好像